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跟那些帝王学习 学习他们的格局 学习他们的境界 用经营国家的智慧来经营你的企业 你会发现简单的跟一一样 其实当你真真正正了解到这些大企业的时候 不管是今天市面上的苹果 微软 谷歌 包括阿里巴巴 其实都是一家宗教 他们有组织 有信仰 这个企业才能够生生不息 马云敢说自己的企业能够活102年 如果没有魂 如果没有精神的导入 这个企业不可能活到102年 因为马云都不一定能活到102年 你凭什么说你的企业能够活到102年呢 但是当你通过跟佛陀学习 如何建立组织架构 如何用文化来驱动你的公司的时候 马云活不到102年 但是阿里巴巴的企业文化可以活102年 甚至可以活1200年 来 我们现在建立了一套 把这个金字塔写上 叫周子体系金字塔 或者叫周子思维金字塔 而且每一个点其实都是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你讲到这儿 如果你稍微有点汇根 你会发现 其实周老师讲的每一个金字塔 接塔塔相连 在钱后面写上一个字 气 在事后面写上一个字 数 在人后面写上一个字 法 在神后面写上一个字 道 道 法 数 气 我们今天很多人说 毁三观 毁三观 啥是三观啊 价值观 人生观 世界观 统生三观 但是不要说毁三观了 今天的很多人根本都没有三观 只有一观 叫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唯利是图 什么赚钱我干什么 我们今天之所以 这个社会人心浮躁 之所以有地沟 有时候三居情安 这样的事件 就是因为 我们把老祖宗的智慧 全丢了 我们在古时候的人 不是有三观 更不是只有一观 我们在古时候的人 是有四观的 各位 你有三观 我有四观 我就比你高吗 我的眼睛就超过你吗 不就这么回事吗 宇宙观 道就是讲宇宙观 宇宙从何而来 我从何而来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我活着的目的和价值 我的使命是谁 我到底是谁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 宇宙观就是看待宇宙的方式 叫宇宙观 就是道 继续 在 法后面写上 世界观 在术后面写上 人生观 在前后面写上 价值观 普通人只有三观 高手是有四观 我们古人是 先有了宇宙观 再有了世界观 再有了人生观 才有了价值观 道法书七 缺一不可 想到这儿以后 有没有发现 周老师的课程体系 是塔塔相连的 你会发现 如果你真的 昨天听懂了 道法书七 你会发现 这个金字塔 为什么叫慧眼金字塔 你之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看不清楚 如物理看花 就是因为 你没有一双慧眼 但是当你有一双慧眼的时候 你能够把这个世界 全看清楚 你能够把这个宇宙看清楚 你能够把这个人看清楚 你能够把这件事看清楚 你能把世间万物都看清楚 还是那句话 两个人一眼 就能看穿这件事 那个人一辈子都看不穿 来告诉我 这两个人的命运会怎么样 天壤之别 来 那我们就详细 给大家展开一下 让大家来体验一下 让你们看到 这个世界的本质 让你看到 这个世界的真相 所以 我们今天还要讲 第三首歌 就是这首歌 借我一双慧眼 让我把这个世界 能够看清楚 看明白 你们昨天听周老师的课 有没有人感觉到 仿佛慧眼被开的感觉 瞬间把事看明白了 最起码昨天在讲到 ABC的时候 很多人把事看明白了 我以前总认为 这件事是个坏事 但是我开了慧眼以后 我发现原来事是中性的 是我赋予了这件事意义 对吗 不开慧眼之前 你们看任何东西 都是物理看花呀 所以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物理看花 物理看花 你怎么能看懂花呢 越看越懵嘛 那不就这么回事吗 你们发现很多人不就这样吗 为什么打工打了 十几年还在打工 还赚不到钱 创业创了十几年 还赚不到钱 投资淘了十几年 都赚不到钱 被这个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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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的都骗你呢 你为什么不能一眼看穿 他是骗子呢 哎 能不能听到我在说什么 因为你没有慧眼嘛 上一次我的老师 罗德清奇带了一个科学家 量子物理学家在现场 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其实学习的最高境界 不是听课 就是跟这个人待在一起就行了 跟一个高手待在一起 那个高手的能量 会不停的拉伸你 不停的拉伸你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做李嘉诚司机 那个哥们做了三十年以后 那哥们也变成了百亿富豪 能听懂吗 做马云司机 做马云助理 那哥们做了十几年 今天那哥们也成功了 做道森科夫助理 那哥们做了他 做了道森科夫 二十年助理 结果那哥们开悟了 能听懂吗 你坐在这里 那就不一样 在这个场地有能量 就是这样 所以听周老师讲课 不一定能听懂 你也不需要听懂 因为我压根就不是 讲给你听的 如果说非要是 讲给你听的话 是讲给你的那个 内在的那个真我听的 他能听懂 你这样说吧 你们在听周老师的课 有没有这种感觉 你的脑袋可能不一定理解 但是你内在就感觉到 哎呀 这个东西真好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仿佛有一股力量 把你牵引到周老师身边 对不对 那是高我的引领 但是你的头脑 根本理解不了 你的头脑 听周老师讲课 看周老师 就如同物理看花 而你的高我是一眼可以看穿的 这个人能帮我 能听懂吗 那我们就现在打开会眼 来看一看 钱的本质是什么 钱的真相是什么 写上 财商之道 四天四夜 写上 财商之道讲四个为次 财商之道 财商之法 财商之术 财商之气 什么是财商意识 财商意识就是你的潜意识 我教你再多赚钱的方法 你的内在是匮乏的 你的内在都相信自己是个穷人 你骨子里就是穷人 请问你怎么能赚到钱 是你的潜意识决定了你的人生 记住 内在匮乏 外在贫穷 内在丰盛 外在富足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 内在决定外在 外面什么都没有 只有你自己 外在的 所有一切都是你内在的显化 如果这样讲 听不懂 给你们举个例子吧 在你们的本上 画一个点 写上 灵微 一个点是灵微 那个点 不管让谁画 它都不怎么美 来 在你本上画条线 写上 一微 那条线一画 就会比那个点美 对吗 再画一个平面 在你的本上画一个平面 画一个正方形 这叫二微 在你本上画一个金字塔 写上 这叫三微 昨天上课有收获吗 有 老师我学到了一个点 零微 你学到了一个点 就证明你啥都没学会 你是点性思维 老师我学了两个点 连成了一条线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一微 老师 我觉得你讲了这个 哇这个点 这个这个这个太好了 学了一个面 二微 为什么周老师的课程 用金字塔来表示 因为金字塔是立体的 你们能听到我来说什么吗 仔细听啊 我来说什么呢 我来说什么呢